这里的海水涌动得有些诡异 男孩忙大喊父亲小心 只见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从海中冲出 直接将父亲吞掉入腹 就在男孩摇背怪物当作盘中餐 突然一道亮光出现将怪物击回海中 男孩回头看剧 几名身着战袍的战士从天而降 他们是来自宇宙的永恒族战士 此时的任务是帮助地球 消灭威胁人类生存的变异族人 此时此刻 这些永恒族人已经在地球生活了上千年 一旦有变异族人的出现 他们便会集聚于此 首先登场的是超强队长阿贾克 此时的他已经在宇宙中活了上一年 其次是能力的化身伊卡瑞兹 伊卡瑞兹不但拥有宇宙飞行的能力 还能用眼睛发射激光 将怪物直接击成碎片 接着出现的是 能和闪电匹敌的闪电女侠马卡瑞 还有擅长凝聚能量的攻击 虽然惊喜的是 马东西满河的力神战士 和安吉丽娜独立的圣纳女神 这样的CP出现 然而猝不及防的眼前一亮 随后还拥有精神操控力的 杰格和巫师女主瑟西 瑟西作为反噬 所有没有生命的东西 都可以被他随意转化 或金或水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便衣族人一经出现 苏德战士瞬间集结完毕 看到刚刚失去父亲的男孩 瑟西捡起他掉在地上的石刀 只是瞬间 刀子就在他手下 变成金色的利刃 时间一转五千年过去 这副刀子已经转化成为 地球的传奇古物 而变异族 也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数千年 这些永恒族战士 都以不同的身份 生活在人类中间 此时的巫师瑟西 成为了一名老师 终于适用了人类生活的他 还找了一个帅气逼人的 教授男友 连而一言不合 便背着同学在墙角 玩个鼻咚 看起来日子还是甜蜜 这天瑟西和耐友 正在河边散步 突然水中一个怪物涌出 瑟西瞬间大惊失作 为了耐友的安全 他直接转身 变异族引走 奈何 此时一道激光突然出现 战士 伊卡瑞斯从天而降 将瑟西救下 瑟西眼看着一辆巴士 被怪物击到眼前 他神手一挥 巴士瞬间化为 玫瑰花雨 伊卡瑞斯发出的激光 一直对变异族杀伤力极大 本以为两发激光 就可以将对方击退 奈何 眼前的变异族却在三人面前 飞速自愈 转而再次朝着他们 伸出了魔掌 伊卡瑞斯见状出手 靠着强力的输出 终于将变异族击退到水下 这场事故发生得很快 河边此时聚集起来的人群 越来越多 小男孩斯派克 直接用隐身功能 护着三人从河边离开 原来 他也是永恒族战士的一员 经历了一场战斗 此时 瑟西的身份已经保不住 他只好和教授男友 坦白自己已经活了 将近七千年的秘密 男友大惑不可思议 连连反问瑟西 能不能将他变成长颈鹿 小时候 他最喜欢长颈鹿 瑟西看着男友的表情 忍不住有些一言难尽 这发展好像哪里不太对 变异族已经将近五年前 没有出现 这次却毫无征兆地再次 卷土冲来 而且看样子似乎就是冲着 永恒族战士来的 瑟西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们必须马上找到队长 哈贾克 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于是瑟西 斯派克 和伊卡瑞斯当即上路 他们直接去往南达科他州 去寻找阿贾克 可让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等待三人赶到之时 队长阿贾克已经倒地身亡 三人看着阿贾克 没有丝毫血色的脸 伊卡瑞斯断定 这一定是变异族人干的 瑟西悲痛地坐在 阿贾克的尸体旁 被他送行 就在此时 阿贾克的尸体上 突然飘出一颗金色小球 背进了瑟西的体内 一事件 瑟西瞬间明白 这便是队长一直和天神 沟通的工具 可惜 因为通讯球刚刚进入瑟西的体内 他十分不熟练 只听到天神说了一句 时间不多了 便从意识中请来 这个东西从来都是由阿贾克来支配 明明三位战士都在他的身边 小球偏偏只进入了瑟西的身体 众人当即明白 阿贾克将瑟西 选为下一任的永恒族领导人 5000年前 在永恒族对抗变异族的一次绞杀上 人类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 他们不断发动战争 对同族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 能控制精神力的杰格 见状很是不忍 他想用精神力让他们放弃战斗 和同类和平相处 但却被队长阿贾克阻止了 阿贾克称永恒族 来到地球唯一的使命 就是消灭变异族 至于人类的行动和发展 他们余力不能插手 看着理智又残忍的阿贾克 杰格终于爆发了 他以为他们的初衷 应该是为人类打造平静 而幸福的世界 如果只是这样 他们也不必再坚持在一起 此时 变异族已经消灭 各玩各的岂不是更好 而朱莉在和变异族战斗途中 遭受重刷 记忆和精神都变得混乱 经常敌我不分 马叔为了阻止他伤害同类 便决定带着朱莉隐居起来 见状 队长也没二话 直接让众人原地解散 现在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接下来的时间 属于他们每个人 当初因为没有变异族的他们 才一个个隐居起来 如今变异族再次出现 所以决定将所有人 都再次齐聚起来 共同对抗 他们第一站来到了印度 此时的金购 已经成为宝莱坞的大影帝 听说变异族再次全土重来 金购忍不住想要骂娘 他可是花重金 请了防贷少年团 来客串自己的电影 这难得的一刻 他竟然要返回战场私下 开什么惊天大玩笑 好在金购还有李治 带着自己最爱的助理 便跟着三人上路来 随后他们来到了澳大利亚 找马叔 一到门口 他们便看到了变异族的尸体 看来这些变异族 已经在各国都出现了 一开门 马叔便穿着一身白嫩的小围裙 从屋中走出 此时的马叔样貌凶狠 打扮却十分蠢 一时间让千年未见的几位伙 皮笑皆非 可随后 听到队长已经死了的消息 马叔手上的披萨 瞬间掉在地上 好一会儿才打起精神 带他们来看朱莉 朱莉最近仍然保持 离开时的状态比我不分 在斯派克好一阵的催眠之下 才将他的记忆换回来 半桌上 众人久悲地重聚 斯派克还将马叔 变成了大型奶宝来取乐 奈何 他们眼前要面对的状况 十分恶劣 消过后 便是面对现实 瑟希无数次 试图建立和神父的链接 在马叔家门外 他终于成功听到了神父的声音 神父告诉他 目前地球上发生的一切 不是神仙的副作用 而永恒族之所以被派到地球 便是为了催生天神 地亚母 宇宙中每十亿光年 天神便会重生一次 每催生一次 天神都需要大量 来自智慧生命的力量 而这一次 地球被作为了天生的催生地 如今地球的人口 已经达到了所需数量 是时候到了神仙的时候来 每次神仙 都代表着无数智慧生物的毁灭 只是谁也没想到 宇宙突然产生了一种 蚕食智慧生物的变异族 为了让神仙顺利诞生 天神便创造了永恒族 到各个星球上 执行任务 猎杀变异族 苏西此时此刻才明白 他们只是神父 为了神仙而制造的一批机器人 神仙就在不久之后 所有地球生活都将毁于一旦 他的记忆 也会跟着这个星球的负面消失 苏西在地球上 已经生存了七些年 这里已经是他的家 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这些生灵 因为什么神仙 而直接消失在宇宙 于是苏西选择 将所有真相都告诉同伴 苏西和马术认为自己 变成了一个坏人 而其他的人却觉得 自己在帮助神父 在宇宙中拓展生命 对于要不要阻止神仙这一点 大家一时间吵得不可开交 在没有方法解决 这两个两难的情况下 苏西主动先阻止神仙 等他们想到办法 再将人类救下 再让神仙也不晚 可若想阻止谈何容易 于是他们决定 先找到剩下的同伴 等到所有人聚集 再做决定 随后 他们去丛林中 找到了隐居在这里的杰格 听到这些消息之后 杰格怒不可遏 这消闹于告诉他 几千年来 他都在执行一场自杀任务 而大家的存在 也只是一场谎言 永恒族不是什么战士 更不是什么拯救者 他们只是神父手中 循环往复利用的机器人 杰格对于此次的行动 更是没了兴趣 这场谈话就这样 不欢而散 正在大家愁眉不展时 变异族再次出现在 森林附近 他们部分对象地 朝着人类发起攻击 索西第一时间 想无数保护人类 而就被变异族 直接甩飞 索西和斯派克 只能快速带着人类 先行撤离 而其他同伴 来对变异者进行斩杀 奈何这个时候 朱莉突然发病 对着身旁的人 开始无差别攻击 看到这一切 杰格不忍心看同伴 死在这里 直接用一年 控制周遭的一线 帮助众人击杀 紧勾一个能量球甩出去 击中一个怪兽 伊卡瑞斯不断朝着变异族 发射激光 可这次的变异族 比想象中计划太多 一度将伊卡瑞斯 压制在地上摩擦 看到这一切 索西突然在水中爆发 直接将眼前所有异能族 给炸成了碎片 成功将伊卡瑞斯救下 此时 发生战神的马术 一拳一个触手怪 打得酣畅淋漓 奈何身边有一个 思维护卵不闻敌我的 安吉利娜朱莉要保护 很快便被异化过的 怪物击中吸走能量 随后 朱莉抱着马术的尸体痛哭 她发誓 自己会记下此刻的一切 记得马术为了保护 自己所做的一切 大战之后 杰格终于同意加入索西 而索西也很快 找到了发明家老黑 曾经因为老黑的发明 导致了地球上 一系列原子弹的悲剧发生 老黑痛定思痛 决定不再搞发明 但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家人 得知目前地球的现状 十分支持他和大家 一起拯救人类 在伴侣和儿子的 百般劝说之下 老黑终于同意 和索西同行 最后一战 他们来到了伊拉克 闪电女侠马卡瑞 正生活在这里 马卡瑞此时 已经等了几个世纪 销毁到奥林匹亚的家 谁声想 这个家根本不存在 无奈伙伴们 已经将这里当作家 他也索性加入 一系守护人类 及其所有的伙伴之后 众人终于开始协商 要如何处理神仙的事情 要阻止神仙 首先要过了神父那一关 此时 老黑想出了一个方法 他们可以将 所有人的能量 都聚集在一起 从而让绝克 对神父进行催眠 在此期间 他们只要找到一个 合适人类居住的星球 让他们都转移上去 到时候一定可以 避免灾难发生 奈何 此时斯派克 却拒绝了这个举动 比起战斗能力虚弱的色系 他想让最强的 伊卡瑞斯来领导他们 至于是否阻止神仙 由伊卡瑞斯来决定 伊卡瑞斯此时沉默着没说话 六天前 他曾经去找过队长阿贾克 在队长离此之前 他便知道了神仙仪式 而队长纳什 已经深深被这个星球所吸引 他竟然试图阻止神仙发生 小终生生活在地球上 为了忠诚于神父 伊卡瑞斯直接将队长 丢入了变异族的洞穴 让他死在了变异族的残害之下 此时 他再想起当天的事情 直接地悲从心来 他们这些人本是最亲密的伙伴 此刻 就因为立场不同 要开始自相残杀 可纵然这样 伊卡瑞斯仍旧坚持自己的立场 眼看着发明家老黑 具体能量的装备 已经快要完成 他直接发射激光 将黑书手中的装备击碎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知晓了伊卡瑞斯的想法 伊卡瑞斯也没在隐瞒 干脆将所有事情都跟大家坦白 知道是他亲手杀害的队长 所有人都愤怒不已 金钩更是直接拿着能量球 对准了伊卡瑞斯 即使立场再不同 他也不能残害同类 不然他和畜生还有什么分别 迟到如今 众人直接分成两个阵营 斯派克选择加入伊卡瑞斯 而金钩也有所松动 因为他确定 他们没有能力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最终选择了中立 如今 眼前只剩下瑟西 老黑 闪电女侠 朱莉和杰克几人 为了他们生存了数千年的地球 黑书想办法 将瑟西体内的能量球 给取出体外 既然支持和神父的链接 那么他们也有可能利用这个东西 直接将神仙封印在其中 经过老黑不断的研究 能量手环终于被研发出来 索然瞬间换上战袍 朱莉直接飞升去阻止伊卡瑞斯 而瑟西带领众人 到达火山前准备封印神仙 奈何 这被伊卡瑞斯赶来 将试图控制神父意识的哲格 给震飞在火山之下 伊卡瑞斯为了让神仙顺利进行 转又推动巨石 猛烈向大家发起攻击 闪电女侠率先开始反击 于此同时火山跟着爆发 诸人被砸得猝不及防 索然知道不能再等 下令让其余人在海边牵制伊卡瑞斯 他直接赶往神仙地 在老黑三人的牵制之下 伊卡瑞斯就这样被困在了海边 就在此时 变异族人也突然赶到 一时间闪电女侠和朱莉对付变异族 而老黑直接函射出能量手环 将队长牵制在地 于此同时 索然正往神仙深处进发 本来他作为法师丝毫不善战 但为了周遭的人类 他决定拼命一搏 奈何 斯派克此时突然赶到 甚至瑟西不防 直接将匕首插进了瑟西的身体 但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杰克突然在两人背后出现 直接一拳将斯派克击飞 让瑟西顺利进入神仙中心 此时此刻 外面的海水疯狂涌动 神仙已经慢慢露出水面 老黑剑伊卡瑞斯还想再动 再次加码将他狠狠吹在地上 而火山深处的瑟西 因为站立不稳 突然摔倒在地 但他的手掌触及地面的同时 寒冰属性源源不断地 释放在这片大地 伊卡瑞斯眼看着神仙 将被毁灭 疯狂挣扎 终于从老黑的禁锢中逃出 他直接飞身来到瑟西的面前 可看到女人哀愁的眼神 伊卡瑞斯突然想起 千年前几人的欢笑 脑海中一幕又一幕的画面出现 最终他还是没有忍心下手 见状 瑟西双手再次触地 与此同时 所有战士被金光带起 漂浮在半空中 几人的能量 也开始源源不断地 朝着这片大地迸发 乳白色的寒冰 瞬间将大海 和浮出水面的神仙 全部冻斜 最终 伊卡瑞斯选择消失在地球 而其他几人 也选择离开地球 找寻他们的族人 将他们发现的秘密 公之于众 故事的最后 就在瑟西和男友吻别的时候 天空突然出现一个黑洞 将瑟西直接卷入 黑洞内部 全部将瑟西直接禁锢 他要以阻止神仙为由 正式对瑟西进行审判 永恒组是上映于2021年的漫威电影 一上映便引起了巨大的讨论 有人拍手叫好 有人群嘲烂片 而在评分网站 烂番茄上 更是只有59% 跌破了及格线 创造了漫威电影的历史最低 现在听完完整剧情 小伙伴们觉得剧情还可吗 欢迎大家一起来评论区讨论 不仅在生看 field 我们下渐信 我们下渐木 刨指